古兰经开头 信道的人们呢 你们当斋戒 正如你们以前所受的命令一样 以便你们敬畏真主 古兰经2比183 故事内容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一位名叫阿里的小男孩正在斋戒 他已经一整天没有吃喝了 感到非常口渴和饥饿 在回家的路上 阿里看到一个小贩在卖枣子 他很想吃一颗枣子 但他知道自己正在斋戒 不能吃东西 阿里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抵制住了诱惑 他继续往前走 没有买枣子 回到家后 阿里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 他的父母非常高兴 称赞他是一个有毅力的孩子 阿里也感到非常自豪 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他通过斋戒 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欲望 并更加敬畏真主 我这件事都会有很高兴